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回來繼續收看今天的LPO下集賽 是我們已經來到第一週最後一個比賽日的最後一個BO3了 大家好 我是長榮 大家好 我是智幻 好的 那麼最後一個BO3 今天前面兩個BO3結束的速度有一點迅速的 打了兩個2比0結束了 那麼相信很多觀眾朋友如果是關注這場比賽的 現在說不定都還來不及趕回家 沒有關係 搭上你的吉普全新自由俠馬上到家 好 那麼呢 我們這一場比賽的BO3 我覺得也是我個人在這個比賽中裡面相當關注的一場比賽 對的 因為這兩個隊伍在剛剛結束的德馬西亞杯之中曾經相遇過 當時IG是先拿下1分的情況下1比3賦予了IM 那這兩支戰隊同樣也是我覺得今天最有可能打成這個 打滿三局的一場對決嘛 是的 但我關注這場比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昨天最後一場比賽的時候阿布也說了 今天是最近彈幕文化裡面最流行的 古風美男AJ要登場的日子了 最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突然就流行了起來 就大家喜歡拿AJ開玩笑 但其實AJ自己說沒關係 就是逗大家樂也挺好的 他自己其實沒有很在意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嘛 也好 也好 對的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被啟成雨的 好的 那麼呢 還是把話題拉回比賽上面來 那就剛剛置換談過就在得杯裡面 其實是IM3比1擊敗了IG 跟這個Burn4 是的 那我覺得嘛 這部分也有哦 這個組合在夏季賽來說的話 還需要 怎麼說更加多測試一點 然後確保這個戰鬥力 對 我覺得其實不能說你有兩個替補選手 你就一直不用他們 現在其實在LPL的開賽的初期 發現各大戰隊其實都有這個練兵的成分在裡面 他們都在使用自己的那個輪換制度 每個隊伍都在使用 這下的話IM也開始使用了 上賽季的話 Flawless是一個在僅有的幾場出場裡面 就表現得很好的一名打野選手 沒錯 應該說他上場那段時間 他不管在比賽之中 還是在平時的訓練和Rank之中 都是相當相當的表現不錯的 我覺得Flawless的表現固然不錯 那IMA這個更換其實受更多考驗的 我覺得反而不是Flawless 我覺得受的比較多考驗的會是STARLIGHT選手 因為 怎麼說呢 因為金腳跟ROD的搭配是一個非常長期的 一個搭檔 所以說在你拆散這個搭檔的狀況下 STARLIGHT跟金腳的這個組合 我覺得受到的壓力會比較大一些 是的 其實確實是這樣的 因為之前常常有一篇採訪 他說一個隊伍如果是換一個人的話 其實這個隊伍就很像是原來那個隊伍 但是如果這個隊伍換了兩個人 那很可能這個隊伍就是另外一支隊伍了 所以現在面對其他的隊伍 需要換韓院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是這樣子的 所以IMA換掉兩個選手 替補選手的話 現在其實相當於是全新的一個IMA 是的 那話又說回來在IG這一方來說的話 我們剛才有稍微聊過一句 就是IG基本是一個保中在打的隊伍 那我覺得這一個打法也無可厚非 因為Rookie一直以來都是IG最強悍的一個支柱 我們來看看Rookie他自己怎麼看 他在中國三年來的這個改變 以及希望遇到的中單選手 我來到中國已經三年了 我來到中國已經三年了 其實沒想到這麼久了 我覺得Rookie來說還是 Rookie是沒有很大的變化 但是自己來說還是有很大的變化吧 就比如說和隊友母和這些方便 我已經學到的東西很多了 而且我還會說中國這些 所以說這三年的時候 對我來說還是蠻有趣的一個時間 然後對我來說蠻有壓力的一個選手對手是 在LPS上的話 其實OMG啊 EDG啊 RNG中單都挺長的 所以對我來說還是蠻有壓力的 而且還是有個廢口吧 對 其實我覺得他剛才也是掙扎了很久 在談他想遇到的中單這個話題 因為我們都知道他一直很希望去到世界舞台 對的 之前他曾經在一個採訪裡面說過 如果你讓我們拿到一個 IG拿到一個LPL冠軍的話 到時候我一定會在採訪裡面問 就是LPL第一中單到底是誰 其實就是成績說話嘛 這個時候Rookie雖然覺得自己在IG 整個隊伍裡面表現的成績很不錯 但是實話是說沒有成績就沒有話一圈 我覺得總體的成績來講 我覺得IG一直在這幾年來 確實是比較掙扎的一個狀態吧 那剛剛我們鏡頭也給到 今天Rookie的對手中單 雅蓮娜 雅蓮娜應該也看了剛才那個視頻 發現Rookie沒有說他 所以笑了一會兒 那麼這個我覺得其實也無個厚非 然後基本上來說的話 就是人家談他在意的人 然後他喜歡的人沒有理 那這也沒有辦法 但是呢沒有關係 今天在賽場上是實力說話 你讓他用實力讓他記住 你下一次他受訪的時候 當然就會這麼說 是的 好那麼呢進入到比賽的BP環節了 來看一下這個各種 包括AJ的力量 包括雅蓮娜就沒有被告白的力量 包括Rookie 非常想去到世界舞台的力量 這些力量在舞台上的碰撞 究竟能夠撞出什麼樣的火花 進入到BP環節 RMA首先上來 先BAN掉了凱南跟辛德拉 但是IG這邊反手的話 搬掉了兩個進攻性非常強的打野英雄 第三半的話很有可能 是不是會搬掉一個扎克呢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兩個打野英雄很可能是針對弗洛里斯 他的這個兇悍的一個打野風格 而且我覺得事實上盲僧這個版 我是覺得 我 我 也不是覺得 就數據面來說話的話 盲僧這個版的削弱相當的多 盲僧的優先級應該沒有那麼高 可是蜘蛛絕對是現在早期 最有統治力的打野英雄 是的 IM第三班搬掉了一個卡爾瑪這個英雄 這個英雄之前在 他們自己跟IG對戰的時候 是有雅蓮娜在中單用過的 但是這個時候 他們在藍色方自己辦掉了 IG反手辦掉了一個扎克 三半打野 三半打野是給足弗洛特斯尊重 那麼在這種狀況下 IMA可以拿到這個版本 最強熟的英雄之一的加里耀 但同樣的 同樣的 IG這邊拿到最強熟的上單英雄 減技 對 因為凱南已經被曖昧辦掉了 而且中單的話 Rookie這一局在 我在想他們是不是有可能會選用一些發育型的這種中單 比如說像最近比較流行的卡索頂 因為這個英雄如果真的在中路對線這個 就是加里奧的話是有優勢的 而且強勢的打野都辦掉了 主動去游走都可以有所建術嘛 IMA拿了一個布隆 我覺得這個英雄在之前的兩個BO3裡面 就是那4比0的BO3裡面真的都表現得很不錯 很多時候這個輔助 在團戰的防守方面真的作用太大了 這個版本 而且布隆的話在對面先亮垂石的狀況下 布隆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對 這個擋勾的能力非常好 然後在AD的選擇上 雖然IMA想欺騙觀眾 但LPO的觀眾都是驚艷老道的觀眾 亮了半天的維恩並沒有人會 相信你會鎖 好 最後選了一個女警 我覺得這個還是希望 就是在前期的推進力 還有在線的 打線的強度上面來講 再補一些力量 而且這個英雄在後期 有輸出環境的情況下 畢竟她的這個Carry能力是很強的 對的 這個版本 又有俠谷先鋒這樣的一個東西存在 所以在推進方面也更方便一點 女警這個版本會更流行 也是有俠谷先鋒的原因在裡面的 在凡手選到維魯斯之後 一般 第二輪的話 一般是搬掉了一個藍博 這個英雄是前期打劍機 還算比較好打的一個英雄 前期好打的 然後IMA這裡的話 是反叛一手中單的維克托 現在的版本維克托 又因為中單其實很多削了一輪以後 你在這個新的版本裡面 看到相當多的 以前不常見的中單冒起頭來 是的 現在看起來IMA就是這樣 要針對這個中單的Rookie的英雄 但不知道二版會不會扮卡托丁 這個卡托丁的BAN 其實我真的是覺得有這可能性在的 獅子狗 這個英雄只要在野區拿到優勢 就可以橫行無阻 就讓我想到第一局BO3裡面 這個他們EDG 第一局BO3EDG 背了一個獅子狗 說是為了出寡婦 但這一局我覺得我不太相信 我不太相信 但是第一局那個 對吧 那這裡也背了一個獅子狗 畢竟那個寡婦這個英雄 只有我七將是比較喜歡用的 是的 世界範圍內的我七將比較喜歡用 對 但是其實現在除了新多拉之外 還有兩個中單英雄是沒有半的 一個是炎雀 一個是發條魔靈 都是剛才希葉在採訪裡面說的 版本三大Carry型的這個 就是經常能夠使用的一個中單 這一手的思維音非常的有意思 因為他如果是 沒有最後沒有選 轉向了發條 發條這個英雄真是萬年不敗 剛剛我們在上台前還在討論 就是因為希葉採訪的時候說出來 就他覺得最強勢的 還是像辛德拉發條的幾個英雄吧 是 那發條這個英雄 確實是有點萬年不敗的意味在 但是現在打野的話辦的有點多啊 現在打野 辦掉了五個打野總共 所以剩下的打野不多了 剩下的打野真的不多了 比如說翠神這樣的英雄 在現在的情況下都有可能出場 剩弱了之後 翠神確實是挺不受待劍 但這一場比賽裡面 光打野就辦了 一二三四五個英雄 辦了五個打野英雄的情況下來說的話 如果你連藍波能打野都算進去的話 辦了六個可以打野的英雄 暴女 暴女這一手 最近 我看Rank裡面好像練的人挺多的 嗯 之前Nubi有用過 對 因為Sweet本來就比較喜歡用暴女 那是他的招牌英雄 雖然說這個英雄已經被削得很久不上賽場 但是招牌畢竟招牌 對 但同樣的Frolix也是一個進攻性很強的打野 他在風格上倒是跟Sweet有點相像 所以這首暴女拿出來我們也比較奇怪 這個英雄是現在的 還可以入侵野區的一個 比較有進攻性的一個打野了 您這邊考慮奧拉夫 確實打野英雄所剩不多 奧拉夫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奧拉夫如果是能夠 就是換男槍了 男槍 因為奧拉夫如果在IMA這邊選的話 我覺得會合理一些 因為奧拉夫跟加里奧的這個組合 我們是從季中賽開始看到 對 放在IG的陣型裡面 正在思考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換掉了 這一場比賽的話 兩邊這種人選完了 都有一個大後期非常強勢的上單 一個是這個 就是大腿姐 一個是劍姬 然後中單的話 IMA這裡 我覺得跟IG這邊都是比較符合他們的風格 一個是偏手的 一個是偏攻的 就是雅典娜一致風格都是比較穩健的 對 我覺得完全同意你的說法 就是 就是加里奧這個英雄這樣選出來的話 我覺得 包括說兩邊的陣型 上單的都不是一個坦克 然後打野都不是能坦的英雄 其實雙方已經形成一種 針尖對賣盲的局面 換句話說就是刀對刀 而不是矛對盾 對 但這個陣容選完之後 就是 曖昧的在前期找機會的能力 我認為是更強一點 他們包括上中下三條線上的英雄 都是有可以 配合打野 找機會的能力的 這個可能會成為一個 我覺得10分鐘左右的一個節奏點 而且包括說 在後期的保險上買了一首女警 這個陣容確實是 非常有曖昧的一個風格 比較四平八穩 比較四平八穩 那反過來說 IG的陣容也選擇非常的具有IG的風格 第一個是說 中路選的發條狀況下 一般來說我們想配人給他傳球 但在這個陣型裡面零 沒有 這個人數是零 就沒有人能夠幫Rookie 完成傳球的任務 代球的任務 Rookie要靠自己 但這也是IG的風格之一 第二就是Duke的這個劍擊 Duke的劍擊 現在這一場比賽 兩邊的上單都是有 非常強的代線能力 哪一邊的上單 在對線的過程中 占了上風以後 會給比賽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對的確實是這樣子的 而且怎麼說呢 IG之前之所以有那兩場 BO5跟BO3的失利 主要的原因 我覺得也是因為 他們在打野跟輔助上 打野跟AD上一斤交換 其實我覺得對於Duke來說 是很不友好的 他很難在經常更換打野的情況上 去融入自己的隊伍 所以偶爾會有這種失常的發揮 這是IG目前我覺得 非常需要去解決的一個問題 那麼隊上整個聯盟裡面 堪稱是最穩的隊伍之一 的曖昧要怎麼樣來處理今天這一場 如果萬一攻不進去怎麼辦 但曖昧今天已經選了一個 比較需要帶節奏的陣容 來看曖昧處理的怎麼樣 嗯 仍然聽到場內的觀眾給予相當高的支持的呼聲 今天的票可以說是 我覺得相當難買的一天吧 我看了一下今天的對決陣容裡面 對了 但是今天比賽結束有點快 啊 要是今天打滿9場的話 那買票就比較值了 你也要考慮 有的時候你也要考慮 就是人有沒有體力 看完9場比賽這個問題 對 今天這個比賽可以輕輕鬆鬆的 然後把這個 不管是6場還是7場也好 把他看完應該對體力來說 都不是一個太大的負荷 是的 好 那進入到比賽的局面裡面 現在的話 雙方打野都是選擇上半開 前期都比較偏發育一點 因為兩邊的打野 也不是找節奏的能力 也就比較一般吧 暴女雖然可以 但是線上也要給他一定程度的扶持 對吧 在目前來講的話 二級Gank絕對不是他會考慮的範圍 現在看起來的話 其實中單 兩個打野都不太好 去配合中單去找節奏 這個位置上 就是靠他們線上能力去混了 上路同樣我覺得 他們都會比較欺負 這種打法 前期在 打得怎麼樣 主要兩邊的上單都是一種 主動打比較深的時候 才會遭遇危險的英雄 因為打野都是男槍跟暴女這種 都沒空 然後線上自己來講的話 只有青鋼有一個撞 撞人有控制而已 所以兩邊來講的話都是 線如果帶深 就容易遇到危險 所以換句話說 為什麼會有置換說的 兩邊可能會偏爆刷的情況 但是實際上來說的話 並沒有偏向保守 搶到二級的Duke上前 一件一件的刺在A隊的心頭 但青鋼影這波被壓的並不致命 等兵線進來就可以 這個英雄前期 被搶二肯定要被壓一下 兩個打野在野區這邊 小龍處交鋒 弗雷斯被打了一套 雷霆跳上去 弗雷斯這個是蠻難受的 兩個打野這時候 其實就是守半邊野區 然後去爭奪一下自己的核道迅接線 就看哪邊能夠爭到 哪邊就轉一點 雖然把Flawless的血量給壓得比較慘 但因為下路的兵線 也不支持他去做入侵的關係 Duke等不到下一個Q了 早期的Q 好不容易等到 但戳不到破綻 效果很疑問 但就算戳不到也要戳一下 不戳白不戳 不戳白不戳 很轉 Q技能只要戳中CD 有冷卻減免的效果會很轉 中路A已經繳出了第一次的傳送 Azuki還是壓制力比較強啊 對的 竟然在這三分鐘半的時間點 竟然把對方打回家一次 而且壓出了一個七刀的刀叉 下路垂石勾中了之後 維魯斯上前打一套 是在這一套已經打一半的時候 盾才舉起來 所以血看起來消耗的比較多 但沒有什麼實質危險 對 兩邊也就是試探一下 看是不是對面會有一些失誤 如果沒失誤 肯定還是正常的一個 看能不能把打野騙出來 我真的感覺兩邊還在等 但現在在視野方面 藍色方肯定是因為壓線關係 在旁邊把視野做得還比較好 Flawless的速度比較快 他現在靠上半比較近 而且Duke的壓線壓得非常的靠前 看一下這一波打野 清完核桃訓解析之後的動作 一般來說 中單家寮跟發條對線 如果能憋到兩個多藍界 八百塊錢回家是很賺的 但是這連一個多藍界都憋不到 這個就很傷了 這Flawless打一波的入侵 他應該是預期在這附近 有可能會碰上男槍的 要幫上路壓一波 哇 來了來了 這就是前面已經先預告過的 這一下撞之打出了一個閃線 直接就要閃線 有W的情況下直接就要閃線 還是打得顯得比較安全 下路則是又是一波的薄火 但是沒有結果 這邊還好 都是一個比較常規的換血 對對 兩邊打野回家出過裝備了 但是這個陣容的話 就如果說垂石跟威魯到六級 其實他們找機會的能力 會在達到六級那一個瞬間 會有點強 會暴增 對 但是這種時候的話 現在的LPL隊伍都比較有經驗了 就是IM這一邊的話 很可能會選擇回家出一波 你六級回家出一波裝備 然後我就換去上線 然後配合青鋼引六級的一個大招 找一波機會 找不到的話 反正換一塔嘛 嗯 然後順便拿個俠鬼先鋒 這個是現在 很多的隊伍會選擇的一個 避免自己下路出事的辦法 哎 這也不要飆到Rookie 但是差不多Rookie也把藍用完了 應該要準備回家了 還沒補夠裝備 長路在上前硬打一套 再點出一個破綻 這時候等級只有五級 可是又點到了第二個破綻 但是第三個破綻在右側 AJ成功靠槍 沒事 秦王繞住 沒什麼事 近戰英雄雖然壓人壓得很 但是自己在壓人的時候 往往也會漏掉一些補刀 對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兩個上單 補刀差距並沒有多大 所以看起來的話 AJ是一直在被壓 對 實際上來講的話 他應該是只要保守主角 這裡也 因為打野沒有過來的狀況下 你也不能要求有什麼突破的發展 是的 先保持持平發育 大路雙人組已經是五級了 比我們剛才還說到的 就是六級的這個timing點的話 已經越來越近了 秦王剛才講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怎麼去規避 明顯凱特琳跟布隆這兩個英雄 得上六那一波的抓機會 或硬打對方的能力沒那麼強 所以如何去規避這一個風險 剛才秦王提到一個非常重點 能不能透過運營 換取上落 拿一線塔 拿下谷先鋒 帶一波大節奏 而不要通過線上的對拼 但在這個時候隨時勾了一下 勾動了只有四級的布隆 布隆效果還是比較一般的 這邊IM盡量還是不求戰的 就能保證自己在線上狀態比較好的 這個有辦法保證狀態比較好的話 就保證狀態比較好 盡量不跟你打 那亞里娜這邊中路打得賊為所 就基本上不會去主動去消耗Rookie 兩邊都是進入了平穩發育局的狀態 感覺雙方都很舒服 但這一個發育局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以目前的局勢看來 這麼發育下去的話 就是開心的只有兩個人 就是金角跟Rookie 兩個都是這個英雄在這個時間點 沒有什麼戰鬥力 是的 雙方下落雙組都回家了 然後同樣的還是往下落趕去 這時間點還太早了 只要垂直游起來嘛 那如果維魯斯能夠在塔下縮住 猥瑣住 一塔不要掉的話 這個垂直游走 找一下機會還可以 而且俠谷先鋒這個東西 是10分鐘準時刷 對 就你現在太早了 7分鐘直上了沒有意義 早也沒用 這垂直現在都是標配低劍無速血 出去找機會 能不能找到呢 兩邊在F6的出口處 稍微互相看了一眼 沒有結果 這邊輔助幫幫做視野 再回到線上陪自己的ADC 中路雖然Rookie壓得很兇 但實際上也沒有壓得太多 不到AJ這邊推完線 找到一個空檔游走 但是被一個真眼看見了 這個真眼很經典 藍槍放在自己野區的一個真眼 這真眼架子連城啊 目前遊戲是一起都還沒有掉 這個真眼很可能防止了一次的一血 其實所有的隊伍在打IG的時候都會 在可能的情況下去針對一下Rookie 威魯斯出了一個大招 比較像是為了阻斷這一波的追擊 如果金腳沒有交出那個E的話 我覺得這一波的消耗會很不錯 金腳剛好在那個時候放了個E 把這個距離給拉開了 這個也有湊巧成分在裡面 哇塞 AJ這個補刀不是何時 竟然反超在前期補刀 有被摁著頭打的那個狀況下 在我們鏡頭沒照到的時候 能夠把補刀反超了一些 應該也是暴女的一波幫上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是的 隊伍不敢壓得太兇了 不過他的閃現快好了 閃現勾子 勾到了一個布隆 這邊垂直的線手不錯 但是 威魯斯出了大招 南槍也跟那個閃現 這時候打出了中單的傳送 打出了一個中單的傳送 這一波是IG進好就收 對 這一波如果說剛才 威魯斯的大招沒有放 那這一波應該是拿下了 是的 很可惜剛才把這個大招給放了 前一波大招確實 比較沒有打出效益只能說 IM現在應該很開心 就 真的 這一波六級非常非常危險 那這一波既然沒有出事 那就相當於 我覺得中單交個傳送 也無所謂 至少下路雙組 現在還是能夠正常的一個對線 下一波有閃現有大招 要等大概四分鐘的時間 上次成功規避了一波 被一些甚至一些塔的風險 下過先鋒已經刷了 準時十分鐘 現在 每個隊的 對 這壓的那一邊還是 我覺得現在發育還是不錯的 加里奧出了幽魂抖風以後 確實剛才看到已經壓不了了 是的 他本身還有一個被動的魔盾 現在上前一套嘲諷命中Rookie 但側邊有個垂石一直在待命 這邊也是不會有結果 我覺得再度的拿到先推兵之後的游走圈 對這一波是沒有知曉的 但是 找不到很好的機會在防禦塔下 這個偷 但是 反正偷個兩隻小的嘛 雖然 沒多少 但是不小 拒殺成塔 對這波隊伍是在空限的 所以 確實 IG這邊在隊伍空限的情況下 溝通好了 中路是一個收縮的狀況 嗯 下路給個燈籠 輕輕鬆鬆回身一勾 但應該是不適合太多的結果 隨時給起大招 布隆反正也給出一個大招 但是WEST 在塔下差一層被打出 布隆被動 有點危機 雙方的ADC都差一點出事啊 嗯 這波您也來到下路了 一個大招 沒有打死金角 在躲在他的爆發範圍外 而且布隆擋在一個比較靠左的位置 先把這個爆彈觸防 這波就是要打回家 因為WEST有個小吸血 他可以在線上補刀慢慢吸血 但是女警的話 只有天賦可以吸 吸的有點慢 這波男槍的大招 其實丟的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兩邊的 不管是英雄的基本出裝也好 就是影響了他們這一波的回家需求 這裡嘉莉耀先手到 反拉條 沒的TP了 這都可以被標到 非常危險 交了一個雙招 仍然走不掉 嘉莉耀在裡面 是錦上天花的放了一個大招 而且AJTP下來 蓋了一個海克斯 最後通牒以後 支援過來的藍槍也要倒地 那麼這麼一來的話 是被帶一血加一個人頭 再加第一條小龍 瘋龍 AJ非常迅速地翻牆而走以後 交給隊友 吃完這條小龍 自己要趕回上路 這就是選到一個 大腿姐的一個好處 沒錯 他在有6級的時候是可以支援的 AJ在跑線方面做的真的很好 這一局除了兩次跑中單的話 這一次TP支援 終於是拿到了一個劍術 但是劍機這個時候就沒有辦法了 主要是劍機的TP 確實也賺好了 但是他賺好的那一瞬間 Rookie看起來已經是要時無一 怎麼樣都救不了 對 但這一波的話 哇 登龍被海克斯 最後通牒給彈了回來 好難過 好傷心 被大到了以後 就所有的位移技能都是出不去的 但說實話這一波算是Rookie的一個 走位的小失誤吧 在沒有視野的情況下 被對方的中單加里奧 雅琳娜打了一個先手 這恐怕也是他沒有想到的 其實他出動還是挺穩健的 出了一個水鷹鞋 但是暴女那一標太致命了 一個極限距離的一標 標到了一個最大的傷害 撲過來直接秒了 他那個位置是被加里奧 打了一套滿的連段 全部打滿的狀態下 然後因為又被嘲諷出了 所以暴女瞄標非常輕鬆 這一波的話雖然封鎖了 足足有五個打野 但是Floeless這一波還是見攻了 對 那這樣的話 IAM前期還在不虧的情況 拿到了優勢 這是他們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他們最前期的話 其實不太好打的 上路 中路都是被壓的 然後6級的時候 下路也很容易出事 那下路沒有出事 上中路都沒有被壓 反而是拿到了Rookie 跟對方打野寧的人頭 前期的這個佈局上 IAM是完全賺到了 不過當然這一邊還是要說 就一切的開始 都是因為視野稍微有點缺乏了 導致Rookie 是用連走進了 雅典娜所在的草叢 是的 那現在IAM就不著急了 他們也沒有進行去換路 所有的在線上對線的英雄 都覺得自己在線上對線沒有問題 因為女警跟布隆再次回到下路 這一些塔還沒誕生 在你這種狀況下 如果冒然去換路的話 確實有可能 直接被對方打掉一塔的可能性 對 這個時間點 裝備都已經很好了 維魯斯破壞王者之刃 這件裝備出來以後 點塔也是很快的 對的 你想嗎 你如果要把女警這個位置換去哪一路 其實過來的人都不一定好擋 這個維魯斯 對 時間早晚的問題 再一次的往上路靠 這邊就是打一個占卜果實 雅典娜是給AJ的遊走鋪墊 一個視野的機會 時間維魯斯出手一個大招之後 隨時上前 然後再登龍拉一個男槍過來 把這個布隆血量打的確實滿低的 Lookie白跑一趟 哎呀助攻都不給蹭 這波隨時想要W自己的隊友 但是距離太遠了 不過還是蠻經典 這個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上六之後的那一波 非常非常可怕 對 這樣的話 中路這邊也在推塔 Rookie拉個大招 沒有把兵全部都清掉 是下路應該是有機會 把一血塔給拿了 這個拼一血塔由於Rookie的回防 再加上直接大招清兵的關係 是讓IG奪走了一血塔 IM在前期拿到優勢的時候 沒有完全規避掉 自己的陣容裡面的劣勢 還是沒有進行一個患路 主要還是下路這個地方 真的找到了破綻 然後這就是前面一再提的 那曖昧前面確實 第一波沒中 但第二波中 對 哇 這個地方 一個打野 把上單打著跑 棒裡的這個英雄 為什麼在最近的版本 有人玩這麼一來 如果有不明白的觀眾 這麼一來應該是看明白的 這個傷害確實是出內把 而且Starlight也是來了 這一波好像要強拆上路 一塔 Duke想要打的第二個破綻 有一點失守 走過去的時候 因為AJ一直在往後退的關係 背後那個破綻沒有打到的話 那你就不能期待 你能夠把四個破綻打完了 對 而且二打三本來就有點難 沒錯 這波有點算是 開大招強行應手 這個上路塔 支撐到AD到來為止 是的 就是所謂的幫我撐10秒 這邊AD下路也是換到上面來 下路塔拆完了以後 順時的一個換路 爭奪峽谷先鋒 還有兩分鐘刷屠龍 如果合理的話 要盡快的能夠在兩分鐘之內 把這個戰略目的給達到 是最好的 不過我覺得 曖昧也反應的也非常快 在這個運營層面上 絕對不會輸給IG的 這是知道你對我們上塔 想要威脅 這時候還增派了 弗洛德斯在側面 如果說IG 直接來了 要留美根 美根是應該交掉掉了 大腿姐的大招都還沒有放的 那還有一個海克斯最後通牒 有沒有機會呢 看起來是沒有了 而且這邊的話 AD是趕緊跑一個狙擊 然後再加上1過來 W減速到了以後 閃現跟一個海克斯最後通牒 WEST 手機被砍了下來 這邊的話是曖昧更生一籌 剛剛IG對上塔的 意圖不但被曖昧讀了出來 而且還是曖昧雖然在有一點失誤 把AJ炸刺了的一個情況下 仍然是抓下了兩個人頭 加上上路這座塔 而且還一路推進到了二塔 那IG已經知道曖昧要推二塔的情況下 也是趕緊增派打野過來 想兩個人想要打下路二塔 但是被守住了 這一波IG好虧啊 IG這個是蠻炸裂的 這時候加里奧一個大招 已經英雄登場 進來的話 IG也不得不放棄 想要換這個二塔換不掉 自己上路二塔被推了 一塔也被推了 這一波還被動小谷先鋒啊 我的天 兩座防禦塔 如果再加上個小谷先鋒 勉強勝度移動防禦塔的話 這波就困三座防禦塔 兩個人頭 真的是血虧的一波啊 確實小谷先鋒是能夠當作 接近跟防禦塔等價的資源的 因為小谷先鋒要拿一座 第一座防禦塔的話 是易如反掌 但還好 這一波Rookie跟崔石來了 對 那是兩座 但是有個問題啊 就這段時間 AJ把這個青鋼影的這個流人 做得非常非常好 沒錯 就一而再再而三 那用青鋼影的大招 跟一技能流人 殺人 這殺了雙龍組 其實剛才上路那座一塔 是不該守的 因為男槍都已經不在了 就是一塔 就沒有任何的資本是可以守的 但是感覺IG在這方面的話 還是有點不太小心 左眼沒有能夠防範到 曖昧的這一波的反撲吧 曖昧是猜到你IG的心思 並且設計好一個反撲 然後利用爆炸果汁下去之後 瞬間秒殺掉Megan的垂石 然後讓WEST的維魯斯無處可逃 這波IG是找到了 對方在打土龍的一個機會 過來把上路塔給拔了 這就是上一波IG想要打的嘛 那既然對方人不在的話 還是把剛剛想拿的東西給拿下來 人在根本就不敢來吧 是的 他就說反手動一動 俠谷先鋒 但不知道來不來得及 這波AJ如果回家的話 應該是可以來 他不知道AJ回家 沒有這個情報 有點害怕 其實前面一波畢竟是被抓得有點卑躬蛇影 這個俠谷先鋒也沒有拿到 這波還是不賺啊 一條土龍 然後換一座 就是半血的一座一塔 這座一塔遲早是要丟的 因為雙方的陣容其實都是 打到後期比較看這個四一分推的 這個一的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這種一塔其實遲早都是要丟的 沒錯 不過現在來說的話 艾未手握風土兩龍 剛好都是對他們這個四一 非常有幫助的龍種 再再度來開動俠谷先鋒 有沒有機會呢 這一波看H有沒有偵測到了 這附近的話視野是不太夠的 垂石雖然在邊上過來 插了一個眼看到了 俠谷先鋒還有半血 俠谷先鋒應該是且戰且走 如果打掉的話就有點虧啊 丟哥是有傳送在的 這個傳送到現在為止 欸 大龍 回家了 抓了 哎呀 俠谷先鋒被大龍給吃了 這個 嚇中了沒辦法 走了 他只持續十分鐘 只有十分鐘 所以俠谷一塔 但是在沒有俠谷先鋒的狀況下 破塔對曖昧來說 還是顯得相對容易一點 或者是出了一個大招 發條在後面跟掉一個球之後 但是側邊是 AJ進來進場 而且是在塔裡面 硬生生的用大招 把Rookie給蓋住以後 再帶家裡要進來 擊飛掉Rookie的發條以後 成功槍擊擊下 但是由於自己在前面 扛了太多下的塔 所以AJ 也是跟對方做了一個一換一 對這波Duke終於傳送用了 傳送過來 但是有點晚了 嗯 武功而反 對 劍擊這段時間 制約能力肯定是比不過青鋼營的 對 還要繼續推 IG的三人組狀態很不好 而且沒有大招 這波是沒有大招的情況下 雅典娜扛在前面 完全不怕被傷害 這一定是艾妹可以推掉的 這波IG是守不了的 三個半血沒有大招 維魯斯的大招 發條人都死了不在 這兩個最關鍵的守塔人物 都不在的情況下 這個塔對於艾妹來說 真的是探蕩取武 是的 這波又拿下了中路的二塔 上路二塔 中路二塔都拿下來了 艾妹這邊抱團推進 這段時間取得的 哇再看一次 特别AJ的這個進場方式 強行大Rookie Rookie加出閃現 拉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但沒辦法 這沒辦法 這牙袋大給個大招 給到AJ身上 AJ非常非常能扛 沒錯 再加上自己的被動 扛到了 Rookie死掉 他也就心滿意足了 那你會說這個 一換一到底是賺還不賺呢 其實是賺的 因為你把Rookie打掉以後呢 是導致後續的二塔能夠打下來 所以艾妹做這一波 一換一絕對是賺的 而且AJ是吃掉所有的技能 但是艾妹這邊的 其他的隊員的狀態 是很 就是還是很不錯的 反而IG這邊的狀態是很差 是 而且AJ這一波 還省了一個閃現 下面他有閃現的話 還是可以去開Rookie的 而下一波 五分鐘 就是剛才閃現完了五分鐘之內 其實Rookie是沒閃現的 我感覺在這種局面下的話 你沒說剛才Duke傳送過來 支援不到 這裡在草叢裡面稍微蹲到了AJ 打了一下打了兩個破綻 第三個 AJ要貼牆了 這個時候牆後面跳出來一個布隆 往前撞了一下之後呢 使Duke自己把自己的閃現給打得出來 此時AJ開啟大招以後 然後連布隆都給到虛弱 Duke原本以為是一個單挑 但是卻遭到兩人為憂 雙拳男低四手倒在下路 完了呀 最後一個希望就這樣死掉了 就這個時候真的你 因為Duke他前期一直沒有支援 他發育還是不錯的 但是IG陣容裡面 目前為止發育的可以說是 最穩妥的一個點 但是這一波死掉了以後 就感覺這個點也崩掉了 我覺得就可在這場比賽裡面 我完全同意你說 他前期的支援比較少 但我卻不覺得 他的發育有趁勢發育得很好 如果以他支援的次數 比AJ少了 那麼三到四次來說的話呢 他的包啊等級的領先是不夠的 是不夠的 對 M在上單支援的時候是拿了人頭的 雖然露了補刀 但是拿了人頭 人頭肯定是比補刀要來的更賺 但是 你其實明顯有看到前幾次 Duke有想支援 走了一半以後 沒支援到又走回去了 他兩三四 這麼做之後 其實對他自己來說 如果他完全不管隊友 在那段時間瘋狂發育的話 剛才這一波也許他已經 把這個AJ給砍死了 對 現在野區守不住了 對方太強勢了 IM太強勢了 這段時間 大招 南強大招也沒有搶到這個紅BUFF 這只是一個比較絕望的嘗試而已 對 下一波感覺就是 要進野區強自野了 這邊如果把紅BUFF 跟大龍區的視野都卡好的話 H會非常非常難受 而且現在 就這個劍機的發育 很難去威脅到女警 對 AJ又來了 找機會 這波AJ又來了 一刀ADC 大刀ADC身上 這隊長沒有砸到 但是AJ的傷害也已經很高了 側面暴女背 又給秒掉了 不錯 剛剛你可以看到 在那個組合技裡面來說的話 加里奧大招如果能夠 再慢個半秒鐘放的話 應該可以得到一個更好的位置 但是無所謂 無所謂 卡米爾這個英雄 大招套到AD之後 就是一路把AD 他已經裝備太好了 他現在三向之力已經出來了 秒一定是輕輕鬆鬆啊 根本就救不了 除非有塔姆 沒有塔姆真的救不了 這也是在先選了垂石的情況下 去做的自己的一個抉擇吧 對 這一個卡米爾完全的克制了垂石的燈哦 沒錯 這場比賽垂石的燈籠 幾乎就沒有什麼很好的一個作用 你最想救的人 你往往救不到 你救在對線期 可以有點用 但是一旦對方的青鋼引過來 參與了一個幹客 大招砸下來了 垂石的燈籠一點用都沒有 沒錯 整個技能是徹底的輸給了塔姆 塔姆的話在這種情況下的 就這怎麼說呢 危難救助隊的這個效果 還是比較好 是的 啊 又刷一條圖龍 艾姆這條圖龍也可以輕鬆拿下 艾妹的龍運相當的不錯啊 在這種局面下的話 再拿更多的圖龍 待會在大龍的抉擇上面 會比IG多很多選項 對 風土土 兩條都是最爽的 比較偏運營的 正好符合了艾妹 這個運營的一個風格 沒錯 青鋼引兩件套 劍技兩件套 這兩個上單 裝備倒是差不多 但現在青鋼引的等級 已經剛才再完成了一波 擊殺之後已經領先了 15級對14級 很多很多人頭的經驗啊 AJ拿了 對對 這領先還沒有到天崩地裂 但也已經是Duke的 劍技承受不了的 至少你劍技沒有辦法 單殺AJ了 絕對不可能有這個優勢 就剛才大招打到 這個青鋼引身上 感覺好像不怎麼掉血 打了兩段被動之後 青鋼引還有大概 七成血量 主要前面那一波說真的 也是因為布隆亂入啦 否則的話 其實Duke不好說 兩個人誰勝誰敗 其實不好說 所以今天的主題是 布隆這個英雄嗎 我也覺得 對 因為今天前兩個BO3布隆 拿出來的基本上都贏了 這裡是直接狙擊耗點血 打在了您的男槍身上 這邊是要把IG 盡可能給逼退之後 AJ帶一波中路的兵線以後 再進到野區跟隊友會合 就可以徹底的控制住 整個紅區的視野 接著在順勢的往後 退下去到大龍區以後 IG就不得不冒著臉 哎 IM已經開始打大龍了 大龍已經打掉一半了 兩槍組已經打得很快 但是拉掉 IM就被拉掉了 穩 穩啊 這如果是前面一個對局的話 就是不管悶著頭打到底 然後就很有可能出現被搶 或者是被團滅的危機 對 有個好下去是IG現在下路的兵線 還可以不用去分人去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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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正面跟隊友 果斷的一個抱團 不怕青鋼引開團 但是這一波在塔下 對局被打了一套 還挺傷的 後面 對 青鋼引被抓了 青鋼引這波如果被抓死的話 IG有機會啊 終於找到一波機會 哇 這一波是AJ帶來一波大節奏 剛才應該是AJ沒有視野 被錘石給陰了吧 但他的位置本身來說的話 就跟隊友有一個比較大的拖截 只能說隊友全部都在回防中二塔的時候 他不知道是不是在從 對方野區走回自己家的路上被帶了 他還是想到後面去偷人 對 對 他還是想到後面去偷人的 如果這一波劍技不在 他要成功的開團的話 這波又是一個IM非常完美的團戰 但是很可惜 這一波 他的意圖被Megan還有Rookie給偵測到了 這波是IG的反制相當的不錯了 本來的話 這節奏可能會一路滑下坡 就是讓IMA把雪球滾到彎 但在這裡是踩了一腳剎車 對 這段時間IG把下路二塔拔了 但是中路一塔還是沒有拔掉 嗯 現在面對這個雅典娜 還是沒有辦法 太肉了 上來還是在開了一次的大龍 那由於劍機完全不在現場 這裡實際上IG是少人的 嗯 對 而且IMA這段時間應該是在騙 下路青鋼也在帶線 雖然有TP 但是這個兵線肯定是不夠 不夠好的 還是要把線帶出去的 誒 AJ直接踢了 直接踢了 直接踢了 踢在上面的位置 看起來好像是一副要開戰的樣子 在實際上 還是在繼續打大龍 現在是要用AJ來拖點時間 讓隊友把大龍給打完呢 AJ進去之後 開大招 又一套一套 然後接著是雅典娜的大招進場 加利奧一個大招進場以後 完全保住了這個AJ 而且上前還成功殺掉了推遲 這時候Duke一個人從天的戰場 正中央只好加一個閃線往後跑 但是這時候加利奧 也是一個頭髮閃線上前 操縫住了大多數的人 現在一滴血的Rookie 竟然能夠用絲血 繼續在戰場上輸出 雖然MA看起來是贏得了前半段的團戰 但是看起來也難以為繼啊 是的 VS留了個大招 但最後沒什麼用了 這時候隊友已經沒有狀態 可以再繼續戰鬥了 現在輔助的SIRLINE 沒什麼狀態要回程 但隊友感覺似乎足夠 去完成這個大龍的擊殺 還沒這邊草莊裡面 站著一個雅典娜 殺對面的ADC 嘲諷到了ADC 但是大龍已經被暴女拿下了 這道路已經拿到了 那雅典娜在前面賣血 幫隊友爭取打大龍 時間也就夠了 Duke一個人真的走得掉嗎 哦 成功地躲過了查利爾的撞 Rookie來了 Rookie終於趕到戰場 還是給了Rookie十足的尊重 算了你都來了 我們大龍都拿了走吧 對 RM這波該轉的都已經轉到了 沒錯 非常非常的轉 剛才那一波又是AJ 他這段時間 覺得自己有優勢的話 沒想在大龍這個地方拖太久 拖久了可能會生變 果斷地在剛剛處理到一點兵線了之後 就直接TP過來 去開對面的中單Rookie 沒錯 大龍可惜剛才的裝備 剛才的裝備不夠好 就是殺Rookie的傷害 稍微少了一點點 Rookie一次卻跑掉 所以才有最後面的地方 Rookie趕到戰場之後 曖昧沒有再繼續追擊 對 但如果說當時把Rookie給宰了的話 那Rookie肯定是來不及跑出來的 對 他有第一波就有第二波 等到這個青藏影的裝備再好一點 然後配合加里爾的一個進場 一二代再加三的 就這一個套路用到了 就殺你中單的發療魔鈴怎麼辦 沒錯 感覺似乎沒有什麼很好的解決辦法 除非說他Rookie能夠出到一個中壓殺戮 但是他又有輸出的重任在身上 沒錯 他沒有辦法在中壓殺戮跟輸出裝之間做一個權衡 當然你前拿去出了一個防禦的中壓之後 你的攻擊相對的就會比較沒有力道 那在這種狀況下 其實是維魯斯應該要幫他分擔這個責任 但維魯斯前面幾波真的被抓得非常的慘 而且上單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Duke在團戰中也沒有辦法分擔這個輸出的重任 所以變成所有的事情好像都Rookie要做 這段時間感覺IM拿了這個暴女 有大龍buff就很開心了 有各種各樣的加血 加血可以消耗 不怕你的這個小技能 而且他可以去標IG的隊員 如果一旦就消耗掉了一個核心英雄的話 那基本上下一波高地塔就很難守了 對 我覺得這一波的話 因為外塔全部拿完了 所以IM拿到這條大龍的一個比較好的用法 可能還是就是能不能帶兩路 能不能做兩路的轉線 但是目前看起來的話 還是比較想先把這條土龍 確保了再來考慮這個問題 但其實中下的兵線對IM來說 都還是蠻有可能去做轉線 那剛才如果強開團的話 是發揮不了這個AJ的一個優勢的 最好還是在野外開戰 又上來再怼一下 這時候加里奧的大招已經飛過來 這兩個人的大招組合 是叫你一定要被擊飛 對 您自願過來了 這一波還不一定 最後隊友先被殺掉 您只能自願一個大招 而且被Starlight被留住了 再捶一下 但是後面又有Rookie 看到Rookie就不打 看到Rookie就休戰休戰 先走 戰鬥力的代表 是的 戰鬥力的代表 還是要給點尊重的 沒錯 這一波隊友給打的比較有血腥 隊友支援的稍微慢了一點 隊友要是稍微快一點 感覺這一波其實反打還是有可能的 他已經把回血針給打出來了 其實他在就是被關注 然後被打飛的那一段時間 已經成功的把回血針打出來 那但是回血針一直到結束 他打出了 他自己能夠輸出的傷害卻不夠 主要是AJ現在裝備也比他好了 沒錯 古裝美男現在裝備已經起來了 現在已經變成神裝美男 對 中路這座 高底塔 在Duke就王的情況下 沒辦法守 已經沒了 中路應該也要放掉 中路的話這裡 M應該是可以拿到 沒有任何的問題 下路的兵線也相當的優勢 看一下這一波 血量都相當的不錯 馬上讓AJ在前去下路 繼續來單帶 這個超級兵會給IG 又帶來一定的麻煩 又4-1打起來了 上路的話 這時候三個人聚動起來 確實像你說的一樣 4-1打起來 這裡AJ非常輕鬆地清光了中路兵線 過來試探一下 對 這裡M就可以選擇性的動 就是動作就有很多了 可以選擇開也可以選擇不開 反正你視野做不出來 我覺得開有點不太像M的風格 你說是不是 對 感覺 強開一波實在不像M的風格 對 就看你有沒有失誤 沒失誤的話 就AJ中下兩路一直帶 其他隊友在上路一直壓著 把這個大龍Buff的持續時間給壓沒 還繼續壓一下 讓你做事也做不出來 是最好的 然後大龍一旦刷新了 他們有三條土龍 再去爭奪的 就很方便了 我想M這邊的話 會搶開只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你的雙C進入了 AJ可以輕鬆開到的地方 那他一定會開始 哇 這時候下路的分帶 非常的輕鬆 而且Duke想要反打這個暴女 打到了一個破綻 交彩線以後 被輕鬆打到第二個破綻 但是家里奧支援了過來 可是這個時候 Duke仍然想要持續的堆擊 騙出了一個家里奧的大招 Duke自己能不能走掉呢 沒有問題 隊友幫助之下 拿下了布隆人頭 來 這一波又給就是 Duke找了一個機會 沒錯 暴女其實沒有多肉的 Duke總算是覺悟了 看來個暴女 真的 對 真的 就這個暴女隊友 不掩護他 不陣亡一個人 都說不過去了 終於是找到一個機會 可以把事業做出來了 這段時間趕緊去排演 主要我覺得 I-MAN剛才那個地方 稍微有點欺負Duke 啦 就他真的有點無視那個見擊 就在你面前 把你塔拆了之後 還不想走 所以這個時候 Duke是一定要有點脾氣的 就把這一波 把對方打跑了以後 後面也不會出現 就這麼誇張的一個進攻 是的 還是必須要制裁一下 這個反應 但現在女警裝備越來越好了 現在不知不覺 金腳的裝備 已經四件套了 五件套了 已經完全的領先了 VICE領先了一個大件 現在這個局面下 你就算給Duke 在5V5的團戰裡面 就算給Duke 切入後排的機會 他就跟這個女警 就他也不見得能夠 在他被對方維持之前 把這個女警給殺了 對 其實女警最噁心的 就是他可以放夾子 對 就團戰的時候 你很難去找到切入點 而且切入了 切入了以後 也有隊友給他 施加一定的寶貨 就很難去殺掉他 這個夾子 對於劍擊者英雄來說 除非他是在你腳下放 然後你站著不動 算他觸發的時間 用W去戳人 否則的話呢 你劍擊這個W 是沒辦法去擋夾子的控制 就把TP給用了 那他只能選擇 把蕭露冰先處理一下 然後直接去大龍坑了 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他怎麼把TP給用了 這一波TP沒了很關鍵啊 這麼一來的話 他隊友等於是 完全無法接正面的團啊 只能他一個人瘋狂分帶 然後隊友在前面瘋狂拉扯 而且絕對不會開了 因為開Rookie 英雄蹲長 Rookie不知道能不能走掉 被擊飛 還有半血 腳步閃線拉開 但是隊友被嘲諷了三個 這個位置太差了 艾美非常非常輕鬆啊 雅典娜再一個正義充全 配合AJ 是拿下了垂石輔助這邊的人頭 Rookie3-3來遲 趕到現場 呃 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沒有留人技能啦 剛才那一波團戰的時候 戴 對 戴戴戴的話 可能會遇到加里奧傳送來防守 他繼續戴 可能有點怕隊友 在4-5的情況下打不過 但如今是一個最差的結局 就當你的Rookie被打掉了以後 秒掉了大龍 正面雅典娜扛在前面 雖然有這個回血陣 沒有被打出來 但是 隊友可以已經被殺了 AJ還要繼續留 Rookie Rookie沒有閃現 一個減速 對一波再一個Q技能帶走 這是一波團面 被一個 像子彈飛 這是一波大龍 團面50秒 很有可能是一波 滑下比賽句點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不急鼓掌 不急就鼓掌 好吧 但是我覺得 三條陀螺 對 對 可能是三條陀螺 還有時間 垂石已經活了 但沒有用 他要怎麼樣擋住 如狼似虎的五人 還有30秒鐘 又被頂了一下 垂石一個人 在基地前面 又遭到大招伺候 哎呀 人都下不了 地就已經倒地了 艾妹拆毀兩座悶壓之後 擊破IG基地 獲得了 B3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恭喜艾妹 這一場比賽 他們打得比較主動 他們利用自己的前期 上中還有下路 能夠找節奏的點 盡量多地去找到 他們自己應該找到的節奏 特別是AJ 這一場比賽 他的這個金剛 已經再一次立功了 而且我覺得 這一場比賽吧 艾妹的進攻 是相當的果斷 而且雙朗的 我覺得這樣來說的話 就是 艾妹現在比較能夠看得出 我找到機會的時候 我一定會 怎麼說呢 進攻的時候 該出擊的時候 我會出擊 是的 這場比賽 我覺得沒有幫助到 見機把上路的 這個金剛應該壓死 是IG面臨這種問題的 而且IG看起來有溝通障礙 我覺得 我覺得 Duke跟團隊之間看起來 後面那個TP 對不對 我不知道實際上 是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這可能 如果他沒有機會 在賽者採訪的時候 聊一聊 但是 我覺得剛才那個情況 看起來真的是 蠻嚴重的事 蠻嚴重的事 好 那麼這場比賽的話 艾妹是幾乎控制了全場的 他不是幾乎是 完全控制了全場的 所有的小龍 而且包括男爵 也也全部都落在 艾妹的手中 中場以11000的經濟領先 擊破了IG主堡 經濟的差距 你可以看到14分鐘 也就是上路那一波策劃 等對方過來的 那一波反蹲跳下去 然後一波就 從此以後 再也沒有回過頭 對 其實這場比賽 哇 AJ打的輸出 265好吧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這個輸出太誇張了 比女警還要高 這場比賽 這個輸出 給青鋼影打的 也就意味著 這場比賽基本上 雙方都在打團戰 沒錯 而且這個開團的青鋼影 在團戰中輸出非常非常的高 代表他幾乎也沒有在團戰中陣亡 就是他支配的戰場 其實你可以這麼說 對的 好 雖然大家很喜歡開他的玩笑 但AJ還是用他自己 在這場比賽賽賽場上的表現呢 算是給自己 很有機會拿一個MVP 很有機會 這場比賽應該 如果從這個 普通的玩家的角度的話 肯定會覺得 上路青鋼影是一個拿MVP的角色 那你這句話聽起來話中有話 那從你的角度呢 我的角度的話 當然也是一個AJ 但是就是 那你為什麼要說 從普通玩家的角度 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Wolf在這個MSI上採訪說 就可能很多的評價MVP 都是因為他有很亮很秀的一些操作 或者很關鍵性的操作 但是有很多東西 實際上是我們看不見的 這些看不見的東西 才會成為 就是這場比賽 這個隊能贏的一個關鍵 我的意思是這個 我們看到的東西 是AJ這場比賽 不斷的帶節奏 不斷的去開團 讓對面的這個中單Rookie 沒有辦法發揮出一個Carry 一個作用 然後最後IMA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其實比較不容易看見的地方 包括有像雅典娜 其實這場比賽 包括在對線 還有第一波抓機會抓到Rookie 然後包括說 AJ每次在進場的時候 跟他做大招的配合 其實雅典娜也給了很多的幫助 所以不是一個人去成就自己 而是其實所有的隊友都成就了一趟 如果你從一個沒有失誤的角度 去拿這個MVP的話 那可能這一局的話 就是一個雅典娜了 如果從沒有失誤的角度 來頒發MVP的話 可能每一局的MVP都是雅典娜 他確實是一個 非常沒有失誤的一個選手 就是老實說在這一點上面 也是為什麼他能夠 就之前拿過一屆的最佳選手的原因 我覺得他的失誤率 確實是低的非常驚人 是的 那其實IG的問題 還是我們前面賽前預測的 我覺得沒有錯 就是溝通的小問題 就從最後一個TP 可能比較明顯的能夠看出來 在那個時候溝通是有點問題的 但是在前期的話 其實青鋼引不斷地去游走 不斷地去給中國Rookie施加壓力的時候 其實那段時間IG沒有很好去應付下來 其實那個地方已經可以說明 就是在溝通方面有點問題了 包括上路那一波 就是雙人組沒有走 然後被青鋼引再次留住 把上塔推掉 連續撲二塔那一波 其實也是一個不該出現的一個 我覺得算是一個失誤 我們這邊我聽到有一個回放 可以讓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為什麼Duke 會在平地上把TP給解除 兩個人幾乎是同時TP 結果那個眼睛時間到了 沒了 本來是TP要來抓他的 然後他應該是取消了 是應該是白色的先TP的 然後他紅色馬上TP 然後就取消了 這個TP就沒有問題 這個TP就沒有問題 因為剛才第一次看的時候 鏡頭並沒有帶到上面 那個已經結束的TP 對 因為他太怕了 好 那這一波 可是取消之後 我覺得那這麼 如果我們連前面那個TP 跟他解除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曖昧的贏的地方 其實是贏在他更加果斷一點 就是兩個上單都不來 我一樣開你 而且剛才那個TP 就看起來 就是AJ的心機很重你知道嗎 對 就AJ明明在跟大部隊 基本上在一起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非要去TP到旁邊 然後騙掉你一個TP 然後這時候劍機是在下路帶線的 其實我剛才注意到一個消息 其實前面在劍機在下路帶線的時候 其實藍色方有在 曖昧有在下路PIN一下 比如說劍機在下樓 AJ可能是 可能啊 我是說有可能是使用了這樣一個小技巧 用TP 有可能是用騙的就對了 對 騙掉你TP 然後我在正面跟隊友抱穿 直接搶開 真不愧是這個話題性的男人 好 那在這邊的話 也是拿下了本場比賽的NVP 其實不要說光是畫面上的這個表現 你從數據面上 他的參戰率高達了本場的百分之94 而且傷害戰團隊比百分之38.2 這也是在上單中 是數一數二出類拔萃的數字了 我只想光純數據面 也能夠讓他拿到這一座的NVP 對的 這種參戰率的話 就充分利用他這個青鋼影的一個特點 把青鋼影的色點完全是打出來了 那就說明 艾滅知識隊伍現在在團隊配合上面 是基本上不會去打沒有意義的團戰的 94% 其實青鋼影是個單體傷害的一個英雄 也意味著他在團戰中有可能漏掉人頭 就沒有傷害 所以他就沒有助攻 所以就沒有參戰率 如果是這樣考慮的話 很有可能AJ這一場比賽是有 就如果他是一個帶OE的 有盾的這樣的 給隊友加盾的這樣一個英雄的話 他是有差不多百分之百的 所有的一個發動技的 有可能 對 所以說這場比賽可以看得出來 艾滅在更換了選手之後 依然還是我覺得表現得相當不錯 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會想嘗試 這樣的一個所發的一個原因吧 就是這代表說 艾滅這支隊伍除了有防守模式之外 也能夠進攻模式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有趣的 那麼下一場比賽的話 我們將在稍微休息之後 馬上開始 我們先休息一下 精彩比賽 馬上回來